我们经常会用购物狂多数党来称呼那些冲动消费的人 在心理学里这样的行为被称为强迫性购物 如果你也符合下面的多条状况 那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强迫性购物者了 经常在没有思考要买什么 为什么买的情况下就花了钱 在花钱时你根本不会去想自己还有多少钱 你习惯将购物当作产生快乐或者奖励自己的方法 你对家人在自己的真实花销上撒谎 很多买回家的东西一次都没用过 每次买完都很后悔但是还是停不下来 多少众所周知的冲动消费高风险人群 比如脑波落 压力大 双鱼座和家里养猫的 但其实还有一种隐藏因子很容易被忽略 那就是买东西时没有拽个女生意气 有科学家找了1800多名成年人 把他们随机分成男男女女及男女的双人组合 等翻完组后每组都会拿到一张购物清单 项目包括棉花棒 狗粮 汽车甚至是股票等等 要各组成员彼此协商决定该买什么样的商品 如果发现无论是女女还是男女组合 只要有女生的组别都偏好折中的产品 价钱不高不低 功能也没有特别强也不特别烂 换句话说就是通常选择高限量比的产品 和当两个男男的组合时就好像不是这样了 男男组在购物时喜欢剑奏偏锋 也就是特别注重谋效能力显得特别突出的产品 比如买车就选提速最快的那款 买股票就选成本最低 最有希望涨情的那种 这可能是在其他雄心面前 男生会潜意识的想要表现出毫无意义的男子气概来 而在做选择时做出更极端的决策 往往会被视为更男性好的表现 也才会有这种相对冲动的选择 所以说拉着女性朋友们一起买买买 听取她们的意见 是你理性消费聪明购物的最佳方法 好了 谢谢您的看完视频 喜欢关注下 拜拜了